这里不是Fan Cup,不是战场 只是我们都喜欢看TVB 很讨厌TVB?没问题的 这里不适合你,不要浪费时间 温馨提示,留言注意事项 严禁爆粗,人身攻击,政治上身 找交爱的,麻烦请而欲望去第二个平台 如果你对这个平台有很多疑问 令我网站为你精选了几集节目 可能帮到你 看大家留言,飞天爷爷留意到 很多朋友都质疑到底星梦全奇 是不是要停一停,想一想呢? 一年一届,市场可否承受得到呢? 今集不如试试由我这个外行 以岳米的角度去探讨一下 飞天爷爷的年代是新秀年代 打从梅艳芳开始,一年一届新秀 只要有能力,市场都能消化 当然,当年的华星也不是有什么大水猴 在背后无条件撐腰 都有新秀的得奖者,眼见公司资源 几乎只落在几个,甚至只落在梅艳芳身上 感到意兴难生 华星也很乐意跟他们提早解药、放生 但仲观当时,没有人会质疑或担心 一年一届的新秀 唱片多得可以买到你破产 甚至90年代出道的歌手及后接受访问 那时推出唱片 基本上不用太多宣传 已经有不错的收入了 一年一张唱片,歌星至少一年有10首新歌 现在一年可能只有一首 以前卖碟出秀赚钱 现在就要靠广告 歌星的广告业绩高才叫红 才叫赚钱 在这样的情况下 去年星梦全期签了15个人 就算闫明熙,新歌也不够 抽到一张10首歌的专辑 它已经是个别例子了 有声声不息 其他人呢? Chantelle、Yumi、Windy 个个仍然处于求学期 80年代还有出唱片养家的故事 今天他们有钱过我 相信星梦里面 没有一个要出来工作养家 求学的可以放下工作专心学业 其他不用上学的 有关音乐上的工作与八九十年代比 以一个歌星来说 工作量其实不合格 音乐市场萎缩 红得像蓝团 主要收入都是广告 再想一下 他们关于音乐上的工作 其实不多 自己电视台的音乐节目 都不是经常亮相 对一线歌星来说 舞台演出不是想象之中多 其他歌星的情况又会是怎样呢? 星梦学员一年有一首歌 可能已经很幸运了 十五个人里面 还有人没有个人作品 TVB 其实很厚待星梦 但去年十五个人的成绩 除了个别例子 真是未如理想 第二年再多23个 会不会很吃力? 朋友之前问我 你能不能说出来 星梦二所有人的名字 我说我连星梦一 所有人的中文全名 都未必能说出来 何况是星梦二 所以看回以上的情况 一年一届的星梦 的确是很吃力 但停办又会怎样呢? 上年飞天爷爷转港TVB 说过 TVB 白白浪费了至少十年的时间 假如我现在还年轻 有志入行 想做歌星 我可以去哪里? TVB 的十年 简直是重门深锁 唯一可以去的 只有隔离台 隔离台男团的成功 除了得到政治的加持 都多得TVB 你吃老本 我就可以招兵买马 生命不到有人 参加过隔离台的选手节目 今年再加多个开电视的 就是青春 即是假如TVB 未来这一年停办星梦 而隔离台和开电视 继续举办选手节目的话 有志入行的年轻人 便会全数到TVB 以外的平台 TVB 又回到十年 又原地踏步 八十年代新秀 并不是每年都爆一个梅艳芳 也有很多 连唱片都没录过 就消声匿跡 只是当年人太多 太多人红了出来 谁会理会那些路人夹月饼呢? 娱乐圈 没有包山仔 从来都是太弱流强 每年无数人入行 但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 没有运行的 一样是无情讲的 看看第一届新秀 当年都不是人人有歌有唱片 一样是回到新秀之前的日子 你有你的生活 梅艳芳有梅艳芳的忙碌 新秀如是 星梦必定如是 甚至隔离台开电视 都是一样的 TVB 为何要举办星梦传奇呢? 飞天爷爷觉得有两个主因 第一是坊间不停抹黑TVB 的老人台 放弃年轻人 TVB 需要新血新面孔 选秀节目最能令观众 对学员产生感情 加上每个人成长过程中 青春期必定喜欢音乐 歌星选秀节目先天条件上 已经占优 别无他选 其次是 TVB 当时和其他唱片公司翻桌 加上政治环境下 愿意合作的歌星和唱片公司 都买少见少了 没有歌星就自己打造歌星 不是没有试过的 之前推一班艺员录唱片 学会他们艺员身份太过鲜明 乐迷心目中 只当他们是 间中唱歌的艺人 而不是歌星 《声梦传奇》正好是 切头切尾歌唱选秀的歌星 《声梦2》的确未如理想 但除非TVB对《声梦》 有包山仔承诺 否则四面楚歌环境下 TVB 停办《声梦传奇》 似乎不是上策 另外两个电视台急起直追 各式各样的组合 《声梦》都推出市面 开电视又推一批 外面七国禁乱 TVB 真是要留在手阵阵游识老本? 非天爷爷觉得 TVB 要面对的 不是《声梦传奇》 停办不停办 有能者居知 食物链本来就是这样 没有记错的话 TVB 曾经公布过 将会有更多的选秀节目 所以各方面的新人会越来越多 现在是配套和出路的问题 人就已经选出了 如何打造才是重点 大家都期望 《声梦》能够集中在音乐发展 事实 今天的音乐工业负担不起 但有能力留下的人 TVB 又可以提供什么空间 给这批人呢? 国内市场是一条很阔很大的出路 有没有可能做到 不要二选一 不要一去不返 曾比特不见了 TVB 本身的平台又怎样呢? 非天爷爷一直坚持 TVB 是有必要 将《勁歌金曲》做好 而不是现在的景况 我明白的 舞台是有 是欠了歌声 有时会想 有哪些节目可以代表TVB 有两个 《香港小姐》和《勁歌金曲》 TVB 的社交平台有很多个 多到非天爷爷早已混淆不清 再改一改名 老人家真是噴血噴到一地都是 有时想翻查一下 今个星期的《勁歌金榜》 其实不是很清楚应该去哪个平台看 有时在这个平台出一个post 有时又在另一个 商台的刺册有自己的Fan Page 《勁歌金曲》是否值得拥有自己的社交平台 还是已经有 是我不知道 非天爷爷小时就看《勁歌金曲》了 看见《勁歌金曲》沦落到这种甜点 真是挺坎坎 是否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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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喂喂 又说TVB 有没有其他东西说的 有 有 你给我另一个channel 是者样的非天爷爷 连结就在今集节目结尾的画面 左下角就看到了 记得订阅哦 哈啰 我是非天爷爷 一个写小说写专栏的作者 喜欢画画 听歌 看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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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剧 极度需要存在感 和金钱的车缸 如果大家喜欢我短片的话 不妨订阅我channel 然后按这个链 下一次更新的话 就会通知你了 最好帮我share 出去介绍给你的朋友 那我们今集的节目就差不多了 我们下集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